大家好啊咱们今天呢又到了这个李海峰自然解说的第18期啊 呃在没开始节目之前呢呃先说几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说咱们现在背影音乐啊暂时我给取消了 因为他那个呃生一旦使用了这个剪映那个软件啊添加背影音乐之后呢就会出现这种这个 这个后期的声音跟画面不同步的现象所以我调了很长时间我我整不明白我整明白我算了我大不了我放弃不用的啊 并影响咱们那个录制出的效果啊宁愿那个少了一个这个声音也不能让他出现不同步啊 这里要感谢肖大侠的这个提示是吧 那么同时呢也要在这里啊借这个机会对这些经常对咱们栏目啊进行支持点赞的朋友啊表示感谢 比如像这个紫生光路啊肖大侠啊还有这个李少诚尾号七八五的朋友啊 啊B站尾号七八五还有这个肖可力啊这些朋友们长期以来的点赞表示感谢 呃 林远峰呢 这个说到林远峰啊我想起了几件趣闻啊给大家讲一讲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 首先他与李少诚的这个世界大赛的这个比赛啊 呃有这么一个传闻这个传闻我我是有点怀疑啊不知道是真是假 呃 网友们到时候可以在这个下方留言啊评论 就是说他当时这个去韩国打这个比赛的时候 呃韩国担心呐李少诚不能够顺利夺冠 所以呢 借一个找了个什么游子是抓错人了还是怎么的呢 总之就把把林远峰啊整到那个当地的派遣所关了一宿啊 然后直接影响第二天的林远峰的比赛状态 这个这个消息咱不知道是真是假啊 呃虽然说这个呃为了比赛是吧 有可能韩国方面有人会干出这种事 但是我相信作为这个曹云宪和林远峰 那个曹云宪和李桑浩啊应该不会 为啥呢 林远峰那个李桑浩在他的一本 呃 不是书啊反正好像是他自己说的这个这个是真的 就是说问了他问他你最欣赏哪个棋手 为什么他就提到第一个提到就林远峰 那我想一想啊这个说练而且他说林远峰什么特点 就是他这个棋风的缜密啊 啊那个就是没有漏洞 而且那个大局观好啊 都这都是他李桑浩原话 呃那个年代呢就是说他资讯的不发达 导致呢我相信呢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对于林远峰对计集 哪那书那书是中国人编的 那个对计集集都是从那当时的那个什么就是 几大报社日本的这几大报社搜罗整理出来的 就所谓的对计集集 所以那个年代我相信是没有林远峰对计集这一书 那他摆的书肯定就是林远峰当时写的这个自战结书 印象是对他很印象很深所以他当时就脱口出就联峰 而且呢这个呃齐借这个树山头啊拜拜码头 这也是非常明显 因为所以那个像李桑浩那个这本门的呀 这算是他诗书啊 那他这个说这话是想当然的 是吧呃 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咱说拜码头 这个就很这个中日韩三国都是如此 你像那个老曹呢 虽然说他是这个谁这个 赖月仙座的门下 但是呢他长期的 他是跟那个滕泽秀行混的啊 那个他跟秀行好像是我印象中他说好 他俩下了快一百多块起 都是快起 呃滕泽呢 那个也爱下 曹云炫下的也快 所以他俩的就是后来秀行在他的这个秀行祈祷里 就评论过 说他那个未来的世界 那他指的应该是一九九几年之后的事 未来的 世界第一 曹云炫 第二 马尔村 你看当时他评价这个对多高 是吧 对马尔村的评价也非常高 那后来他他确实会也失财呀 秀行 那个 这俩人后来就是九年代的数一数二嘛 只是当时那时候李桑浩还没冒出来呢 李桑浩那时候可能还不是他徒弟呢 所以那个李桑浩是个变数 所以这是关于这个 这是这么一个说法 但后来那个谁秀行每次到韩国的时候 那曹云炫对他非常非常的那个 那什么 敬重 而且那个他夫人那个姓郑的那个 还给他每次做汤喝 秀行评价说这汤好喝 这都是当时的一些那个说法 至于说别的山头呢 有意思就多了 咱们这个节目因为是这个自然解说 我这不能说太详细 那个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吧 就小林爵 小林爵呢是属于这个木谷这一派的 木谷的最后的关门弟子 但是呢他那个一直到木谷人都没了 他也没打出什么名堂来 顶天就是跟那个王立成和这个 还有一个是谁啊 王立成他一个三个人 这三人当时是被认为是未来的三 新锐吧 在这个谁写的书就是那个安培集会写的 叫什么新手新型 还叫什么忘了啊 那个有个题目特别印象可生 叫齐胜的胸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时那个这仨人 跟那个赵志勋下都被打到这二死 还有但是也有种说法 后来说是这仨人一反击 好像把赵志勋给打成那个 让仙也不散 但是不管怎么说 赵志勋把他们都打到这二死 而后来呢 后来这个王立成和小林爵都有的很好的表现 王立成是把这个赵志勋给打服了 就是在这个骑程战里面 他是一顿乱脚啊 这赵志勋的棋属于一种控制棋 你看他跟那个谁小林爵 在这个NHK的比赛里面就是特别明显 那俩人那盘棋下的太精彩了 是吧 最后小林爵呢 就是这个完完全全的反控制 这赵志勋就没招了 那至于王立成那个就是说他就是搅和 中盘的搅和 那时候就是9年的中期王立成那时候 搅局的能力天下第一啊 你看看他的起步都非常精彩 就对赵志勋 给赵志勋长得实在是没脾气 最后赵志勋说我服了 就类似这样的话他服了 服了王立成了 说的小林爵就是他这个最打 所谓最打这个谁 柳志勋 而且呢 就因为什么呢 柳志勋不是跟他同门呢 那家伙他能欺负就欺负 包括那个谁就是一天积极也是如此 你看那一天积极那的企业声望那么那么高 是吧都事业大赛的常客 那小林爵对他也不客气啊 该封杀也封杀 所以只要不是他门下的 那个不是同门的 那小林爵是绝不手软 不过小林爵棋棋 我觉得还是很精彩 今天那个闲话有点多啊 那好咱们正式进入这个这盘棋 这盘棋啊 又是一九七几年时代的棋 这很很遥远的事儿 一九七又是一九七六年 比赛地点是东京 叫古日 古日不是 东京市古日本棋院 这盘棋 这盘棋 白棋是林爵峰 黑棋是加藤八段 当时的加藤还是个八段 加藤走开局又走了一个 对小木 这都不是很 常见的布局 但是在加藤写的 那本书叫什么 实战布局 叫什么 忘名的啊 那是他写的书 他也提到过这个布局 这个布局 说实话算是一个 就是慢棋布局吧 不是慢棋 就是这个 叫细棋布局 嗯 这样 这里面如果单压就成俗手了 那压一个退一个都不是棋 还是要找吊子 跳一个 这也是好棋 这个尖呢 也是一步 不给对方吊走棋 这里面要注意一点 就是他说呢 这个棋啊 必须要走 如果不走 黑脱线的话 这一走 这个形 形状就不对了 所以黑棋压一个是必须的 黑棋在这里搬一个抢先手 这个在这盘棋里啊 多次出现 其实咱们这个 节目的特点呢 就是说 不是照本宣科 不是说哪本书啊 就从头到尾 按着书上一个字一个字 那么讲 我是从来你看 咱们节目从来没有 全都是说 只看图 然后就是我自己的话 这样呢 一个是我看字 我也累懂 另外一个 影响咱们阅读的感觉和速度 这里面有一点就是说 他白棋这种棋 如果打了 黑棋反打完 你提了 黑棋也不赢了 这里也不走 所以速度就慢下来了 白棋这边夹击也是正常 这里面啊 就是说 如果黑棋选择尖呢 这手棋 黑棋如果选择尖出 白棋呢 有这个 一虎 这样是俩段点 跑不掉 嗯 来这是他尖出啊 他有这个铐 所以呢 他实在是走的是这个 然后白棋呢 马上靠进来 其实对于单关手脚啊 这个单铐是非常非常这个 常见的一手棋啊 如果这个时候呢 如果这个时候呢 这里面啊 他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 就是说 他靠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走这个 他把这个走掉 然后呢 哎 这个时候你再来打路啊 这是一个 常见的 这样 这样以后呢 这里面的 这颗子的位置 相对来说呢 跟这边比较啊 就比较狭窄 以后白棋呢 就在这边加一个 利用一下 就挺好 这是他当初 为什么要得先靠一下 的原因 如果你把这边都定型了以后 你再来靠这个 白棋 黑棋肯定是要反击的 比如说他走这个单利 他要吃进去 这是他这里面的变化 实战呢 黑棋也是觉得 现在打路呢 不是这个 这个如果下虎啊 会被对方便宜 所以这个棋 马上就利了 但是利完以后呢 那 这个时候 嗯 白棋啊 也就不走了 白棋 跳出 如果这个时候 再让对方 再打入进来 形成刚才那里面 这个 这个变化 这个子几乎是动不了了 所以这个棋呢 就必须先把这边走掉 脚上是有味道的 毕竟立这个形状 那 有棋 再看一看 这个棋 它比如说长 再一般 这里边 影响的 这已经是成形成了一个 打结活 打结活 嗯 嗯 实际上呢 黑棋来挂这个 这手棋啊 如果是下反 取齿 这里面黑棋 这两手棋 焦他本身已经是亏了 以后这里还有一个 串向眼 所以这个形状不好 黑棋 所以白棋马上反击 因为马上如果不下 黑白棋可以 这个 这样来 所以 哎 黑棋的 黑棋就夹击 这里面如果走这个的话啊 不好 这个会形成这样的变化 虽然把底下全部掏光 嗯 可是呢 这里 会被搜刮很惨的 你打完以后 他这么打吃 拔了以后还是先手 所以这里面 这不行 嗯 实战 白棋选择跳出 跳出以后 再来搬就不一样了 是吧 搬了你长 我一走 你再冲我正常能挡住 啊 所以这个棋 这个就没有那个 就这个要防这个班了 他走这个 又是一个班 嗯 就先手 然后点过来 面对这个点呢 如果来打持好不好 会形成这个变化 这个是黑系大亏啊 嗯 对了还有一点呢 要说的就是有网友啊 有一个大咖网友 这个也是做维系频道的一个网友 嗯 他应该是这个 朴槿环的粉丝 他的节目都是朴槿环的 嗯 我还 那个他问我 问我一个问题 说你 你这个节目里的 这个就是 朴槿环 那个布局大全那期啊 你是 咱哪找这么好说 我 我后来呢 我就是 因为他问我这个问题 我一看他就叫朴槿环 上他往这个他栏目看了一眼 人家的这个 关 关注量比我这个高多了是吧 都每一期都是上万的 嗯 那我就是 在这 这期咱们这个 这期节目我回答一下 我那个节目 我当时已经说了 我那不是术 我那是 就是 在淘宝 不是那个有淘宝 我的口误啊 口误我经常发声啊 这个大家要那个多见谅 我经常把黑的说成白的是吧 包括李桑浩那个 我也借这个机会再说一下 李桑浩那个就是 就是就朴槿环 不一大全呢 最后那期 最后那那一期 我就给说错了 那明星是要说白起好 我说成黑起 黑起好 就是这个 这个 朴槿环 不一大全这个是我在这个 围棋宝典上啊 搜出来的 就是说那个有一个专门搜索功能 一搜索的话呢 他就把这个所有的他对局能找到的列表都都出来了 然后呢 我就是从2017年开始 我把它就是打谱的方式展现给大家 其实说的打谱啊 分为两种 一种像这种细节 明具细节 是以这个本人的这个自然解说 这种方式来学习 还有一种打谱呢 就是快速打谱 就是你又有多快就有多快 那个不需要什么看解说的 就像那个不一大全那个那种 你每个人都可以去打 什么样的水平 你都可以去打棋谱 不是说啊 这个棋谱看不懂 我就不打了 不是这样的 这个在无弄树的叫围棋训练法 提高法 那你们专门提到了 就是打谱的分类 你快速打棋谱呢 也是对提高期感也是很有帮助的 那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打棋谱啊 能够那个判断你的水平 这个是在武功这个训练提高法里面说到的 就是说 你能够在十分钟之内 完成一盘棋谱啊 我觉得不用整整盘棋了 你就能完成到一百八或者到半瞻为止 十分钟之内 你就是标准的业余一段 还是成人组的业余一段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看看自己能不能够 在十分钟之内完成 是吧 如果完成不了呢 那你就做明了 你在棋谱方面 你这个训练量不够 你可以多打 多打点这个棋谱 那好 咱们现在继续啊 实战 黑棋呢 是贴这个 如果是硬扳头 大概是这样 这样的话呢 黑棋的尖出和这里的点啊 这形成了个箭盒 这样的话白棋是不好收拾的 是吧 所以白棋想的这对是迂回战术 嗯 这得贴完以后啊 黑棋 再来是 这是一步好奇 实战他没走这个 实战走的班不是好奇 那特索这个什么意思呢 你看 这回有了这个贴的交换呢 你再来冲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就变成这样了 变成这样 这个就 白棋就崩了 是不是 实战黑棋走的是这个 这个就 这个就不理想 这个结果不好 如果黑白棋跑 这个黑骨是刚刚好啊 蒸了个鲜 然后再来反攻 白棋苦战 如果他还来尖 他他可以尖到这里 尖到这里 不用非得硬打 这样的话这个 白棋是很苦 实战呢 反弹 这手鱼 抢了个鲜 勾过来 如果来断 这一长是好奇 这样呢 这个黑棋是不行的 这不行 那他搬的时候 如果反打这个呢 先打这个 然后贴出来 这算是一个 比较强硬的战斗了 但是呢 白棋依然不怕 他可以在底下 彻底掏光 所以这样呢 黑棋也是不行 还有一个单弯了 这个单弯 看看啊 下一步跳是一步受筋 这挡这个时候呢 他在尝这个 这样的话 黑棋是 应故不暇呀 这还是冲出去了 所以 当他点到这的时候呢 他只能选择沾上 这里的战斗可以算是黑棋一举击溃 不过确实非常复杂 就这么多的变化 是吧 这要是快棋 肯定是 这很难办 这战斗一样 因为没时间 算那么轻重 我现在最近的战绩 是非常糟糕 快棋这东西偶然性太大 变成这样 这个结果呢 那黑棋是不行的 所以呢 就是说实战当他搬的时候 这个断呢 看来是不成立 所以黑棋选择单场 那林海峰金羽形啊 那林海峰金羽形是 顶尖 就说到这个 今天咱们现在的栏目 因为很少在 专门的有漫谈 然后咱们就借这个机会简单说栏目 就是 有一个小话题吧 就是超一流 当年的所谓的超一流 跟今天的这些试惯们比 怎么样 我个人认为啊 只在之上不在之下 为什么这么讲 就是林海峰他们这批人呢 等到有世界大赛的时候 他们年龄都已经大了 实际上 你像那个最 最小的也都都得40了 到40了 呃 那人家林海峰还拿了世界冠军 是不是 呃 那你看现在这些都 都小孩啊 这都 二来岁就必须得拿冠军了 再不拿冠军 到30基本上都快退役了 所以那个年代的超一流 那实力真的非常强 那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赵志勋 赵志勋 赵志勋 应该是也都40多了 40多以后呢 那还是那个 这个 三星杯 三星杯 赵志勋 飘远 他们这批人超一流 这批的 唯一没拿过世界冠军的 就是加藤 但是加藤 那人是 这无可置疑的是一流 超一流 所以你看那大足 大足也是啊 都50多了 半60的时候还拿世界冠军 那你说 那这批人 是吧 的的确确 比他们都高出一大党 所以我们今天 看这个 当年这些对局啊 他们的对局质量是没得说的 就单靠一个 这一看就好奇啊 如果你来断 他会形容什么呢 他就 先把这个扳掉 这个长也是先手 然后呢 就在底下 来 翻起来 这个是 舒服啊 这棋 再打掉 这样是完完全全是白棋 那个 黑棋背地的局面 是吧 所以就像我以前说过的 遇到碰啊 你最好的办法就是 别跟他纠缠 尝起来再说 跳下 建议 如果这时候选择退 白棋你看人家连海峰 这棋该做战地绝不手软 就是这样 这结果马上白棋就要行动了 走这个了 所以这个是黑棋不好 实战 实际上这个棋如果是长就不行 长的话他走这个 这个作战 还是这个 这边先打了一下 黑棋先把这打掉 走这个 如果这个长的话 那他也长 这个结果是 白棋不利的战斗 实际上是洽打 如果是硬贴呢 这样下 这样的话呢 形成了什么呢 这个 征子 这边征子和这边病呢 建合了 这个病是 双方的对杀要点 走到这里的话呢 黑棋是杀不过白棋 所以加藤 所以加藤走了一个 这个 这是实战的进程呢 那就是白棋打吃 白棋很主动 现在是这块棋 瞪住他 如果这时候 黑棋跑这个行不行 这样 这样看 来断 可以尝 你看他吃这个 然后这里还是要点 这里只要走到了 这个棋就不活 不是这个对杀就杀不过白棋 所以加藤呢 继续跑 如果来走这个 试图这样连回去 但这个靠是手机 这一长 这样的话 这两边又形成了个端点 所以还是不行 和表下 实际上他选择的是 飞一个 这样就形成一个纏绕 这个非常危险 这是实战 如果你冲肯定是不行了 冲这个带响的 都吃全吃味 实战的白棋是走什么的 白棋单搬 这头棋也是够实战 那他吃回 再一搬 这个时候 这边又出现了大问题 马上断这个呢 有没有棋 这不行 这不行 这一贴 贴死了 再走 这都死了 所以 黑棋 黑棋的下着棋 走的是这个 那么 下着棋啊 是一部好棋 李海峰可以说 这盘棋下的真是完美 他的下着棋是单病 这手病呢 直接就杀死了 他这个病 如果是随手贴这个 那结果完全不同 咱看一看他如果贴什么 贴的话 黑棋就活了 黑棋的这个斑成了个仙手 他补这个 然后呢 他再搬这个 再走这个 因为你这个破眼是后手破眼 所以 这个棋 他已经是杀不住了 这个点住 因为有着这个斑 所以这个也成后手 他把这一走 这里面看似是一个打结 但这个结 对于白棋来说 也是非常沉重的一个结 所以这个是不怕的 这里面因为还有一个冲的结材 挡住 他有一个结材 所以根本杀不住这个黑棋 实战呢 这个病住 是一部 关键的一手棋 那你这回再来 再来这个就不一样了 就是因为这个加成了仙手 他可以度过呀 所以这个棋 就到这的时候 就已经是非常麻烦了 实战呢 怎么走的呢 他只能是这样 来这个 那这个结果就差多了 这个结果差多了 这个结 就不是那么回事的 他就接住了 不怕了 这期他就还得这么来 再提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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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找这个结 到这的时候啊 等他再粘的时候 他就打不起了 没结可打了 自身结就这些了 是吧 那他只能是把这个粘住 那把这个粘住 摆起 这边又一活 是吧 这个棋就 后面就不用看了 因为这损是太大了 是吧 好吧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咱们这期节目呢 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 继续多点赞 支持咱本频道的发展 再见 请不吝点赞